新手先带来关心的是 因为不满马 政府迟迟端端端端不出 劳保年金改革方案 劳工团体发起 119劳工自救大游行 今天下午大约有4000人 一路游行到总统府前丢番茄 表达基层劳工的愤怒 也抗议政府请向财团 他们认为劳保财务问题 政府应该向财团来增税 不应该拿劳工开刀 上千颗番茄一起丢向总统府 取其tomado的谐音 要向马政府表达基层劳工愤怒 面对劳保财务危机 政府迟迟提不出方案 甚至可能让劳工 较多领少延后退休 上千名劳工在凯达格兰大道上 发出新声 一个星期前 民进党发起人民火大游行 今天包括人民火大联盟 在内的很多个工会团体 为了不让政党吃豆腐 发起119劳工自救大游行 先在西门町集结 一路游行到总统府前 强调这场游行 才是真正的人民火大 包括台南高雄等地的劳工都特地包游览车北上要捍卫自己的退休权益 针对今天游行老委会也做出回应表示 受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影响 劳保年金制度必须调整 1月底会提出改革方案 政府波普及政府付最终支付责任一定会入法 在制度调整时也会兼顾大多数劳工权益 记者许关键的许起方台北报道